事實上我們大概兩年前 大概就開始已經在規劃 就是把那個外銷的品項 特別是那個外銷比重 對中國比重很高的品項 我們是逐步的在往其他的國家擴展 那剛好趁這一次機會 中國就是取消了我們的進口 這也給我們一個很大的警示 也就是說你同樣一個產品 如果大量的出口都到中國去 那實在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一次也承蒙過去兩年的時間 我們慢慢的已經把其他的國家的市場來打開 那才有這一次機會就可以 譬如說日本譬如說澳洲這些國家 讓我們的產品能夠進去 那這個都是過去兩年 我們不斷的去把它的一個檢疫條件 把它符合檢疫條件 讓日本的就是日本能夠把台灣的鳳梨 當作是可以輸入的地區 那這一次的話 原本我們去年輸銷到日本去的鳳梨 大概只有2100噸而已 那我們估計今年的話 會超過1萬噸的這個鳳梨 會到日本去 那我們都知道現在3月份 還不是鳳梨的最旺季 最旺季應該是4月跟5月 所以到4月跟5月的話 我們的出口到日本市場的第一量會增加 第二到4月5月的話 台灣的鳳梨的甜度會更優良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 就是說病重害的這個問題 一定要自己能夠好好的控制 譬如說哪些疫病是日本不允許有這樣的一個疫病的 或者是很重要的 哪些農藥是不能使用的 這兩項是在檢疫條件裡面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也鼓勵我們的出口商 無論如何一定要把這兩項標準 達到日本的要求 那才能夠未來在出口才能夠更加順暢 那以上這是我的一個答覆